字幕提供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Moxer 今天會跟大家說的課題是物態的下集 在上兩集我們就討論了物質的三種常見形態 他們的特性和他們之間的互相轉換 這一集我們就來看看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些特性呢? 為什麼他們轉換形態的時候會吸收或者釋放能量呢? 如果要明白這些問題 我們就需要再一次從微觀視覺裡面去看物質 我們在這一課的第一集簡單地回顧了物質三態的一些基本特性 包括固體有固定的形狀,液體和氣體就沒有的 固體和液體有固定的體積,而氣體就沒有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如果要明白原因,我們首先就要了解物質三態的粒子結構 組成物質的粒子之間有一種很微妙的叫做靜電力的東西 我之前也略略提過的 這種力就會令這些粒子在能量很低的時候用一個整齊的結構來排列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玩過一種叫做巴克球的玩具呢? 巴克球是一些很小顆的有磁力的金屬球 當你把很多巴克球捏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就好像自己懂得排列成正方形、六角形的樣子 同樣,當你把很多帶有靜電力的原子捏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就好像自己懂得排列成正方形、六角形或者其他的形狀 這些整齊的正方形、六角形就是物質處於固態的時候的粒子結構 在一個固體裡,雙輪的原子就很緊密地接觸 而粒子之間的相對位置也是固定的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固體的形狀和大小都是固定的 至於在液體裡,粒子之間的相對位置就不是固定的 它們是可以自由移動的 不過它們的整體仍然是黏在一起的 雙輪的粒子仍然是很緊密地接觸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液體的形狀可以自由改變 但體積就大致固定了 最後,氣體裡的粒子是可以自由地飛來飛去的 哪裡有空間,粒子就可以飛去那裡 粒子互相不受束縛 它們之間的相對位置和距離都不是固定的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氣體的形狀和體積都不是固定的 好了,那我們就知道了三種物態裡粒子的狀態是怎樣 然後我就可以講解一下究竟潛熱是怎樣來的 我之前說過,在宏觀和微觀兩個視覺看東西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用的術語都是不一樣的 在宏觀視覺裡,我們會把能量分成很多類的 包括動能,電能,光能,星能,化學能等等 但在微觀視覺裡,我們就只把能量分成兩個類別 第一類叫做動能,第二類叫做細能 我之前已經略略提過動能是什麼意思 一個物體動得越快,它的動能就越高 例如有一個球本來是不動的 如果你踢它一腳,它就會動 你踢這一腳就令到它的動能增加了 那麼細能又是什麼意思呢? 我會在單元2那時候教你什麼叫做重力細能 跟著又會在單元4教你什麼叫做電細能 但是現在我就不說這麼複雜 我暫時就用著磁石做一個例子 讓你感受一下細能大概是什麼 假設有兩塊磁石,本身是黏在一起的 如果你要將它們分開,就要給點力才可以拔開它 就在你給力將它們拔開的這一刻 你就向它們提供了能量 拔開完之後磁石未必會動 可能它會就這樣坐在桌面上 在這樣的情況它的動能就沒有增加 那麼究竟磁石的什麼能量增加了呢? 當然就是細能了 換句話說,如果你把兩個互相吸引的物體拔開的話 它們的細能就會增加 同樣道理,如果有一些原子本來是黏在一起的 而你要將它們拔開,你就必須向它們提供能量 當你給能量去拔開它們的時候 它們的細能就會增加 但是拔開這個動作就不會對磁石的動能有什麼影響 明白了之後,我們就試一下用這個框架來理解 如果將一個固體加熱會發生什麼情況 固體裡面的粒子是很整齊地排列 而粒子又會在各自的位置上不停地震動 當你向一個固體加熱,那粒子的動能就會增加 它的震動就會越來越厲害了 當它們的震動足夠激烈的時候 如果繼續提供能量,它們就可以克服一部分靜電力的速度 變成可以自由移動 在過程裡面,它們的細能就會增加 繼續向它們提供能量的時候 它們就會移動得越來越快 即是它們的動能就會進一步提升 而當它們的移動速度足夠快的時候 再增加能量的時候 它們就可以克服另一部分靜電力的速度 變成不用黏在一起可以自由地飛走 去到這個位置,粒子基本上已經是一個完全自由的狀態了 如果你再加能量給它的話,就會全部變成動能 令到粒子越飛越快 那麼呢?我們在這幅圖裡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一個物體裡的粒子擁有多少動能 是會影響它的溫度的 而物體裡的粒子擁有多少勢能 就會影響它的物態 原來,物體在改變物體的時候 之所以會吸收或者釋放潛熱 是因為在這個過程裡 它需要提高或者降低粒子的勢能 一個物體裡所有粒子的動能和勢能加起來 就叫做那個物體的耐能 那麼我也在這裡用文字來總結一下 物體改變、潛熱和勢能的關係吧 物體在溶點或者廢點的時候 如果向它加熱,它的粒子就可以獲得足夠的能量 克服彼此之間的吸引力 在固態的情況,粒子就變成可以自由移動 而在液態的情況,粒子就變成可以互相遠離 這樣,固態就可以變成液體 或者液體就可以變成氣體 在這個過程裡,粒子的勢能會增加 而這個勢能就是宏觀視覺裡所說的潛熱 反過來來說,物體在廢點或者溶點的時候 如果它流失能量 那麼它的粒子就會受到彼此之間的吸引力牽引 在氣態的情況就變成一定要互相靠近 在液態的情況就變成無法自由移動 因為這樣,氣體就變成液體 或者液體就變成固體了 在這個過程裡,粒子的勢能會減少 而這個沒有了的能量就作為潛熱釋放出來 這個就是潛熱的微觀解釋了 接著,我就可以回答這一課的最後一個問題 為什麼液體可以隨時蒸發呢? 為什麼我不用將液體加熱,它也可以變成氣體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要回頭看看 液體裡面粒子和粒子之間的那個互動 當你看著這些液體的粒子撞來撞去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到這件事 就是這些液體的粒子裡面 有一些就動得快點 有一些就動得慢點 如果剛巧有一個粒子動得特別快 又剛巧有它在液體的表面 又剛巧有它在外面飛的話 它可能就會有足夠的能量 可以增脫其他粒子私家的靜電力速度 然後它就飛走了 既然這個粒子離開了液體的表面 不再受到其他粒子的靜電力速度 那它就已經是一個氣體的粒子 那即是怎樣呢? 即是液體變成了氣體 基本上這個就是蒸發的原理 那我重新把剛剛說的東西用文字寫出來 就是液體裡面不同的粒子有不同的動能 如果粒子位於液體的表面 而且它的動能夠高的話 那它就可以克服粒子之間的吸引力 離開液體的表面變成氣體了 那大致上這一課要講的話就差不多了 那在結束之前 我都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個感受 我想我們讀物理的人 都會覺得大自然裡面 是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我們雖然觀察到 世上有很多很複雜的現象 有物質的三態 有溫度 有蒸發 有營結等等等等 很多東西 但是如果我們嘗試去找這些現象背後的原理的話 往往我們會發現 這一大堆東西原來只是由一個 或者兩個很簡單的機制產生出來 物態改變這一大堆的現象 背後推動的機制原來只有一個 那個就是靜電力 你想想是不是 我第一次發現這件事就覺得很棒啊 很簡潔啊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隱藏了在大自然裡面的美麗 那麼我們的世界裡面 其實是有很多很多這些這樣的寶藏的 我希望你一直在學習的時候 你也是能夠去欣賞到這些這樣的寶藏吧 好啦 那麼下一課呢 就是這個單元的最後一課了 最後一課是講些什麼的呢 熱和氣體嘛 很明顯氣體是一個重點來的 那麼氣體有什麼那麼重要呢 下一集告訴你 那就到時見啦 拜拜 好 對 一一二二二三